要周末了但天空卻不作美 台北街头下着小小细雨 还是有人撑着伞上街 而周五周六两天 在北部东半部都有机会降雨 高山地区水气增多也有机会降雪 高山的部分特别留意 因为这边水气目前相对比较偏多一点的 如果温度配合的当然的话 也不排除可能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特别是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有一些下雪的机会 水气增加但东北季风 逐渐减弱全台气温稍微回升 北部地区17到22度 中部地区20到26度 南部地区高温可能会到28度 但想要恢复晴朗天气 北部东半部地区就要再等等 华南这边有些水气开始逐渐的移入 所以导致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我们也预期大概在周日之后 像这样的水气有机会稍微减少一些 把握这一波稍微回暖的天气 18号又有封面南下 但这波封面不强 其温会下降多少还要观察